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角大楼 欢迎恢复美中两军高层沟通 不过中国目前尚无防长 中国边境扫描仪在塞尔维亚引发透明度和隐私问题 日本媒体 一名香港记者在中国失踪 美国审计监察机构宣布对中国公司处以790万美人罚款 逃离中国 一位中国移民穿越巴尔丹半岛抵达欧盟的旅程 请大家收看 五角大楼 欢迎恢复美中两军高层沟通 不过中国目前尚无防长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仍在等待中国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然后开始两国的防长对话 11月15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峰会的间歇 举行了双边峰会 两位领导人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11月30日 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 新格Sabrina Singh 再被记者问到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在美中峰会后 是否已经与中国对口官人联系的问题 他表示 美方欢迎恢复两军沟通 但是中国还没有任命国防部长 新格说 我们当然欢迎对话 你们看到了 总统在旧金山宣布了 两军沟通将再次开始 但是再次要说的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奥斯汀 防长的对口官人之前 防长还不一定有与之接触的人 不过我们当然欢迎非常高层的两军沟通 从防长到我们更低下的级别 也当然包括在印太 今年10月 中国宣布 今年3月才上任的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被免职 当局尚未公布李尚福出事的原因 但是方坚相信他涉入军队贪腐案件 北京目前还没有宣布新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2018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 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 而被美国政府制裁 至今仍未解除 这也一直影响美中两军高层接触 此外 美国曾在2021年表示 奥斯汀防长在中国军方的对等官员 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而不是没有指挥实权的国防部长 在美中旧金山首脑峰会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接触后 奥斯汀对此表示感到鼓舞 他说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高级领导人之间连续性和实质性的讨论 中国边境扫描仪在塞尔维亚引发透明度和隐私问题 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中国捐赠给塞尔维亚的新的移动扫描仪 引发了人们对于个人数据保护和贝尔格莱德 如何在边境部署中国技术的透明性的新疑问 关于10月29日捐赠的详细信息较少 除了塞尔维亚内政部发布的一份声明外 几乎没有其他信息 声明中表示 这些扫描仪将更有效地检测非法货物以及非法越境的人员 他们可能藏在汽车和卡车货运中穿越该国检查站 声明还说 这项新的中国技术正在格拉丁耶 维德尼耶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境口岸投入使用 该部门并未具体说明捐赠设备的价值或制造商 但沿着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边境安装的新扫描仪的照片显示 他们是由中国公司同方威视NATEC制造的 这是全球领先的X射线机扫描仪和爆炸物检测系统制造商 这家公司依与共产党有关联 在公共招标中以低价挤压竞争对手 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即中国可能会通过使用该设备 获取敏感的政府工业和个人数据 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并在欧盟范围内受到限制 这使得贝尔格莱德在欧洲关键基础设施中 使用中国技术的问题上站在了一个政治分歧线上 塞尔维亚发现自己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意见不合 问题在于这些扫描仪是否配备了有争议的技术 可以收集和追踪与货物和乘客流动相关的数据 中东欧观察中国角色的研究员安娜 克尔斯提诺夫斯卡 奥纳克斯丁奥斯卡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中国加强法规 要求公司在被要求时与政府共享此类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同方威视设备在一些国家被禁止的原因 最近的捐赠发生在所谓的巴尔干路线上移民激增之际 难民通过塞尔维亚及其邻国进入欧盟并申请庇护 这已经成为巴尔干国家和欧盟27国内部不断增长的政治问题 欧洲边境河海岸警卫局Frontex编制的数据发现 在2023年前4个月 沿着巴尔干路线检测到了大约22,500次非法边境越境 使其成为除地中海外移民进入欧盟的第二繁忙路径 在塞尔维亚 移民数量的增加导致边境口岸增加了紧闭 并加强了安全措施 特别是在今年10月 塞尔维亚与匈牙利边境附近爆发的一场枪战之后 该地的安全措施更是加强 这场枪战导致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在过去几个月里 塞尔维亚警方多次突袭边境地区 逮捕涉嫌偷渡者的嫌疑人并没收武器 在10月底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 武器旗Alexander Vucic表示 贝尔格莱德已经考虑动用军队解决 掩盖国边境的安全问题 内政部为回应自由欧洲电台 关于中国捐赠设备的详细信息 它与移民增加的关系 以及同方威视是否符合欧洲数据安全标准等问题 关于同方威视的问题 在移民增加的背景下 围绕同方威视设备使用的数据安全问题 并非塞尔维亚独有 该公司首次引起欧盟立法者的关注是在2020年 当时它是作为一家可提供用于筛查人员 行李 物资 货物和邮件的机场安全设备的供应商 2022年 50多名欧洲议会成员要求欧洲委员会 出于担心中国当局通过新科技 获得其他国家的旅行和商业信息 从而威胁到欧洲安全的原因 在招标中排除该公司 2022年议员们在一封公开信中说 利用欧盟资金进一步加强新科技 在欧洲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存在 为该公司和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以收集可能对欧盟成员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 造成危害的敏感海关数据 近年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推动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以加强国家安全 针对国内外的潜在威胁 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和加强对数据收集的控制上 同方威视没有回应自由欧洲电台 关于其设备数据安全问题的询问 但该公司此前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在内封信公开后表示 我们设备生成的所有数据都属于同方威视的客户 而不属于该公司 欧盟国家或中国政府 同方威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有密切联系 其负责人是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 同方威视的母公司 由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该公司负责中国的民用和军用核计划 新界线划定欧洲 欧洲各国对同方威视的审查 在欧盟范围内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比利时和立陶宛 立陶宛与这家中国公司达成协议 为该国的机场提供行李扫描仪 但是该国国防部发言人 向自由欧洲电台表示 立陶宛国防部在2021年提出对同方威视的设备和数据问题存在国家安全担忧后 立陶宛立场取消了跟同方威视签署的合同 比利时今年早些时候也决定将同方威视排除在为该国海关提供车辆和集装箱X射线扫描仪的招标之外 比利时国家委员会向自由欧洲电台透露了因国家安全考虑而拒绝同方威视的决定 在回应有关同方威视在边境和机场可能构成威胁的问题是 欧洲委员会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他们无法对个别公司发表评论 但他们已经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应该能够保障欧盟官物控制设备的安全 欧洲委员会发言人说 安全要求应该在授予合同的选择标准中得到适当的体现 并应优先于其他标准如价格 欧洲委员会说 尽管他们提出了建议 但采购决定最终由各个成员国及其政府做出 根据欧盟内部公开招标 同方威视今年赢得了两份合同 一份是为意大利热纳亚机场提供行李扫描设备 另一份是为波兰提供移动X射线扫描仪 中国和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过去为边境工作曾购买同方威视的设备 首次购买扫描仪是在2009年 同方威视也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期间向塞尔维亚捐赠了扫描仪 贝尔格莱德自2004年以来还从该公司购买了其他设备 作为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的更大贷款的一部分 根据当前的国家预算 塞尔维亚政府仍欠同方威视910万美元860万欧元的设备款 克尔斯提诺夫斯卡表示 当时同方威视或那种中国提供设备或贷款的做法 并未被认为是有争议的 中方的动机更多是为了推动其国内公司 帮助他们渗透欧洲市场并获得进一步的合同 克尔斯提诺夫斯卡说 这类交易以及其中缺乏的详细信息引发了明显的透明度问题 塞尔维亚的情况是 许多同方威视的设备都是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购买的 他说 中国的独特之处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这些贷款与使用中国公司和供应商相关联 最终还是要偿还这些贷款 这不是礼物或投资 而是纳税人的钱 因此应该有适当的采购程序来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由于在塞尔维亚使用中国技术和处理敏感个人数据的不透明性 人们提出的问题不仅仅与同方威视在该国的设备有关 经过多年的谈判 塞尔维亚开始通过安全城市项目安装中国华为制造的监控摄像头 政府目前正在引入大约8000台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华为监控摄像头 尽管当局声称目前尚未使用这一功能 隐私问题 加上在摄像头的使用和部署方面缺乏公开辩论和监管 不时在塞尔维亚内部引发政治争议 甚至引发了抗议和激烈的政治辩论 自由欧洲电台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显示 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和相应的软件 已经在塞尔维亚的40多个城市和市政区部署 事先都没有进行公开咨询或公开宣布 日本媒体一名香港记者在中国失踪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新闻媒体共同社Kildo News周四11月30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对一名获奖记者在10月底前往中国出差后失踪 报道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陈敏利、明尼畅 在前往北京报道香山论坛后就失去联系 这一为期三天的国际安全论坛于10月31日闭幕 陈敏利的最后一篇报道是关于中国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反应 于11月1日发表 南华早报是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 该报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VOA请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陈敏利的朋友告诉共同社 他们担心这名记者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调查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关于这起具体案件的信息 根据陈敏利的领英、LinkedIn页面信息 她为南华早报做了近20年的记者 之前曾为香港苹果日报Apple Daily做过报道 当局在2021年关闭了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 并监禁了该报创始人黎智英、Jimmy Lai 人们普遍认为针对他的指控是政治报复 北京向来有把打击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记者的历史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unity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 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截至2022年底 该新闻自由组织上次报告被监禁记者人数时 至少有43名记者在中国深陷淋雨 美国审计监察机构宣布对中国公司处以790万美元罚款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CUB周四 11月30日宣布对几家中国公司处以罚款 这是为了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遵守美国审计标准 而采取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而目前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依然紧张 该罚款的包括普华永道 PWC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子公司 以及一家中国审计公司 CUB说 此次790万美元的罚款 是该委员会对全球任何公司征收的最高罚款之一 PWC主席埃利卡 威廉姆斯 Erica Williams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标志着该委员会首次能够针对一家 基于中国大陆的公司的审计缺陷采取执法行动 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去年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 以解决围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审计合规性的 长期争端之后展开的 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等约200家中国公司 如果不遵守美国标准 可能会被美国证券交易所 驱逐 允许该委员会监管 有助于缓解人们对这些公司被摘牌的担忧 威廉姆斯周四表示 中国当局没有干扰我们彻底调查的能力 他补充说 CAD将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工具 来让基于中国的公司承担责任 威廉姆斯表示 这些罚款包括针对普华永道香港 和普华永道中国的总计700万美人的罚款 两个单位均被发现有1000多人在内训考试中作弊 在此之前 对基于中国的公司所处以的最高罚款为5万美元 第三项处罚是针对山东号信会计师事务所 山东厚森及其司令审计员的 原因是伪造审计报告 未能保持独立性等问题 威廉姆斯表示 该委员会有望在2024年底前 检查所有对在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公司 他补充道 基于中国的公司逃避责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中国长期以来 曾经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外国监管机构 接触当地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 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法律 根据该法律 KIG必须能够检查在美国市场上市的海外公司的审计情况 此前一份协议规定 该委员会将有权全面查阅审计工作抵倒 5月份发布的报告称 去年的初步检查发现审计缺陷的比例令人无法接受 KIG是国会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负责监督上市公司的审计 该委员会表示 在首次对其管辖范围进行检查时 发现如此高的缺陷率并不意外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逃离中国 一位中国移民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欧盟的旅程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德国西北部小镇布拉姆社 Brandshake的一个难民中心 一名中国移民 在穿越巴尔干地区 进入欧洲联盟的长达一个月的旅程后 希望能够获得庇护 这位26岁的名化名以保护其身份 是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人 最近完成了所谓的巴尔干路线 加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寻求庇护者的行列 他们为了摆脱战争 贫困和压迫 希望在欧洲开始新生活 名是中国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他表示 中共实行的严格的新冠疫情 COVID-19封控措施 对他的生意造成了经济和政治压力 使他和家人困在公寓里 几乎无法获得食物和水 林感到沮丧和害怕 他在网上发帖 批评了政府的新冠疫情政策 称就像是生活在监狱中 在网上发生后不久 他说有一名警察出现在他家 警告他停止发表有关封控的言论 但他没有听 该警察第二次出现在他面前 这一次 他们动手打了名 并拿走了他的手机 还威胁了他和他的家人 他觉得中国不再安全 需要在其他地方寻找未来 只要政府还是这样 我就不能回中国 明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前往德国的旅程一路波折 他设法飞往塞尔维亚 因为他持有中国护照 可以免签入境 然后他向西进入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纳 这是另一个免签目的地 然后通过克罗地亚 与来自中国 阿富汗和中东的寻求庇护者 一同走上了通往欧盟的移民路线 应付了严格的移民巡逻 和时不时的饥饿之后 最终于9月底抵达德国 中国曾经在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中 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许多人成为亿万富翁 然而 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镇压日益加剧 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开始寻找海外工作 同时 前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中国人 也越来越多 联合国难民署 NPM编制的数据显示 自2012年 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并引入更加压迫性的政府体制以来 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人数量逐年增加 尤其是在该国实行严格的 新冠疫情封控之后 总体而言 自2012年以来 约有73万中国公民到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超过17万人在其他国家 获得了难民身份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 截至2022年中期 全球有11万6868名中国人寻求庇护 逃离中国 对于像民这样的移民而言 这一趋势是由于中国日益压制的政治氛围 和在政府对新冠疫情实施的零容忍政策下 中国经济前景暗淡 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这些政策包括持续的检测 侵入式的监控 边境控制和限制人员流动的严格封控 导致许多中国人失业 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 甚至在2022年11月引发了中国各地罕见的公开抗议活动 现在政策已经放宽 国际旅行成为可能 结果离开中国出走其他国家的人数合法和非法不断增加 联合国预测与2012年的12万人相比 2023年中国将由于海外移民而失去31万人 这导致了大量中国移民通过拉丁美洲的一条相对较新且危险的路线前往美国 根据巴拿马移民当局公布的数据 在2023年前9个月穿越达连爱口丛林的人中 中国人数排名第四 仅次于委内瑞拉人 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 他们称作客车或徒步向北前往哥斯达里加 最终抵达美墨边境 欧盟传统上并不是中国寻求庇护者的常见目的地 但现在投奔欧洲的中国人也在增长 整个欧盟的确切数字不清楚 但沿着巴尔弹路线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是庇护申请者的主要目的地 欧洲边境河海岸警卫局Frontex在2022年 记录了33万名所谓的非法移民抵达 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该机构今年前4个月的新数据显示 沿着巴尔弹路线检测到了22,500起非法越境事件 欧洲边境河海岸警卫局表示 这是自北非地中海越境进入欧盟后 非法移民使用的第二活跃的路线 巴尔干之图 在从塞尔维亚进入波斯尼亚后 明说他在比哈克度过了几天 比哈克是该国西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的一个城市 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了欧盟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大群移民 他们在露天营地或简陋的住房中 准备艰难的越境进入欧盟 他对在营地里睡觉很谨慎 与其他几名中国移民一起住在比哈克废弃破旧的建筑物里 他说 食物和衣物是由协助移民艰难旅程的组织无名厨房 No Name Pitchin的志愿者带来的 据波斯尼亚的安全部门统计 目前有大约2000名移民住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的营地 明说 他和一位朋友于9月中旬首次试图穿越克罗地亚 穿越森林和河流 最终到达一个边境小镇 计划搭乘巴士前往萨格勒布 然后乘火车前往德国 但是他们被警察拦下 对他们的文件进行检查 并告诉他们将被遣送回博黑 明说 他的护照 手机 钱包和背包都被没收 他和他的朋友被带到了边境 坐在一辆警车的后座 旁边还有四名阿富汗移民 一到那里 他说警察拿走了他的物品 并告诉他们要不行穿过边境 他们拿走了我的包 手机 钱和护照 明说 我求他们还给我护照 但其中一人生气了 推散和打了我 明说 第二天 他们再次非法越过克罗地亚边境 设法躲避了警察 然后 他们乘坐巴士和火车 近24小时后到达德国 在那里移民服务处注册 并提出了庇护申请 无名厨房 No Name Pitchin的发言人 巴巴拉 被卡雷斯 Barbara Bittels 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与过去相比 移民的流动性要高得多 被拘留的人 通常会被迅速处理和释放 这使他们能够迅速尝试再次跃进 他说 就克罗地亚警方没收护照而言 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 其他移民也声称有类似的经历 尽管很难获得证据来证实这些说法 郭黑的官方移民统计 不包括中国公民 但政府的外国事务服务处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今年已有200名中国人被安置在临时接待中心 巴尔旦国家的边境警察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自2023年初以来 他们已经逮捕了78名非法跃进到克罗地亚的中国公民 驻萨拉热窝的中国大使馆 为回应自由欧洲电台有关中国移民数量的查询 在德国等待 自9月底抵达布拉姆社以来 明说他一直在努力学习德语 梦想着有朝一日在德国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 在德国的难民中心 他说自从申请庇护并等待裁决以来 他遇到了其他来自中国的人 管理布拉姆社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接待机构的人员 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有40名中国公民在其接待中心居住 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截至2023年 德国已收到超过22万名庇护申请 其中包括380名中国公民 目前 您的庇护申请正在等待德国官员的审核 届时 官员还将检查他的文件 如果最后的裁决对他有利的话 您将获得庇护和居留许可 但如果他的请求被拒绝 他将被遣送回中国 他表示 如果他的申请被拒绝 他没有备用计划 他说 我不知道德国当局是否会允许我留下 但我会告诉他们 为什么我不得不离开中国 我认为德国人会理解 这是一个好国家 我在这里感到自由 布林肯国务卿就基辛格适事发表声明 全文翻译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周四 11月30日 就美国外交元老 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周三适事发表声明 赞扬基辛格 即是历史的学习者 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布林肯还提到 历届美国总统 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历届国务卿 都寻求过这位资深外交家的建议 直到百岁高龄 他仍在出谋划策 以下是布林肯声明的全文翻译 安东尼·J·布林肯国务卿 关于亨利 A·基辛格适事的声明 2023年11月30日 亨利·基辛格曾经写道 历史上的伟大国务活动家 无论多么不同 他们都对过去 有着一个共同的感知 并对未来有着一个愿景 亨利不仅学习历史与战略 在不同反响的百年岁月里 他还创造了历史与战略 1938年 在他15岁时 他的家庭从纳粹德国逃至美国 在美国找到避难所的他后来写道 我个人体验到了 我们的国家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对那些受迫害和弱势的人来说 他热爱这个收容了他的家庭的国家 在他毕生的时间里 他感受到了一种职责和愿望 要为美国及其人民和观念服务 他19岁时应征加入美国陆军 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洲的盟军 因为破获一个纳粹潜伏小组 而荣获一枚童星勋章 基辛格观察到 所有外交官面临的永恒挑战是 在时间紧迫 信息不全 而后果未知之际 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 亨利写道 与历史学家 学术家或分析家不同 国务活动家只许猜一次 他的错误是不可逆转的 作为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亨利做出了无数改变历史的决定 如今 担任美国首席外交官 意味着游走在一个 亨利留下持久印记的世界里 从他打造的关系 到他开创的工具 到他建立的架构 亨利写道 对任何学习者来说 改变是生命的规律 亨利毕生都在学习 他预见并懂得改变我们世界的力量 帮助我们应对他们的后果 即使是在百岁高龄 他也坚定地展望未来 就像他坚定地放眼过去一样 由于亨利拥有经久不衰的能力 把他的战略机密与智慧 用于过去每一个十年里 新涌现的挑战 两党历届总统 国务卿 国家安全顾问 和其他领导人 都征询他的建议 这包括我 不管是我在他变革性地 访问五十多年后前往中国 还是在我们塑造人工智能策略时 征询他的意见 他就此进行了大量的思考 住宿和出谋划策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周 没有几人在学习历史方面比得上他 而在塑造历史方面 更是寥寥无几的人能够超过他 亨利 基辛格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